海洋塑料研究界的先驅和太平洋垃圾带的发现者 Captain Moore 3月23号第一次来参访美国南家的小鹦鹉农场 桃园和高雄大专班分别在高雄基金以及新北金山晋滩 北部雨势不小虽然大家都变脏了 但是很开心海滩变干净了 春暖花开的三月是最适合种树的时节 慈信基金会在全台各地邀请民众一起去种树 更多消息请继续收看测建三月全球讯息 长寿健康是大家所要的但您知道这跟牙齿也很有关系 福治文教基金会花莲教师就邀请专业的牙医 让大家了解牙口和健康息息相关 例如牙齿少10颗失智率就会提高2.2倍 而取齿牙周病的元凶是牙巨斑 牙医师因此教导大家正确刷牙 加上健口瑜伽操来保健 看着大伙都紧闭眼睛 认真摆弄牙口 正是一群用心学习的学生 而地球也生病了 其中一项病因是塑胶垃圾到处丢 大专班风雨无阻去浸滩 透过活动带参与者回想自己 过去一周制造多少塑胶垃圾 然后在沙滩上捡起捕鱼网 保力龙碎屑瓶盖等等 虽然在雨中大叫都变脏了 但是沙滩变干净了是很高兴的事 而在美国的洛杉矶福祉基金会 3月也参加了已经行之多年的 海豹湾的浸滩活动 由于Safe Our Beach这个组织 推展浸滩已经非常有经验 每月第三个礼拜六的浸滩日 获得多人的响应 很多是河家一起来 浸滩就像是去捡贝壳一样 虽然捡到了破篮球 婴儿车的坐垫 宝特瓶 塑胶袋等不少塑胶垃圾 但是跟海洋垃圾比起来 实在太不足道了 需要从源头开始解决 谈到静硕就不能不提 Captain Cherise Moore 这位海洋塑料研究界的先驱 他同时也是Agrita海洋研究基金会的创办人 和太平洋垃圾带的发现者 3月Captain Moore 来到南加州参观小鹦鹉农场 二十几位静硕和农场 一共也准备了丰富的静硕蔬食 盛情欢迎他 并且向他请较劲说的推动 Captain Moore 表示 现在高科技农业 不能只重视生产的提升 更应重新建立人和土地的关系 从方便快速消耗环境的现象处理 为了让孩子建立和土地的友善关系 洛杉矶福祉基金会 理人读经班的师生以及家长 来到南加州 Riverside 和冰郡 一个师母地的有机橘子园采收橘子 学生们不但互相合作 看到老师因为手痛无法提起二十五磅 也就是十一多公斤的橘子 就马上去帮助老师 帮助自己也帮助地球 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多种树 春暖花开的三月 是最适合种树的时节 慈心基金会在全台各地就邀请民众一起种树 在新北金山 企业界人士就和慈心基金会在金山 沙珠湾种下七百棵黄井 尽管当天风雨交加 天气寒冷 大家还是很开心可以来海边种树 为守护台湾土地尽一份心力 而台南有超过一百位大学生 在归人种下两百六十八棵小树苗 新竹大专班和慈心一工 以及工研院建训社会员等企业人士 一同前往竹北善园 种植两百棵树苗 其中包括了像是杜鹃 蕭南 龙眼等 有食用与观赏保护环境的多样功能 虽然几天连续下雨土地里面 但是大家卷起裤管 脱下鞋 吃脚踩到田里 把小树稳稳地种好 而在云林台西海园 则是海岸种树的重要基地 扶植青年在短短一个小时 种了六百棵小树苗 希望能为云林这块土地 种下美好的未来 因为慈心基金会 多年来努力执行种树 也推动保护子班碟棋地 因此在三月植树节活动中 救货班感谢壮 关怀大地也关怀我们的家人 美国北加福治中心举办亲子营 让家长写下孩子的十个亮点 练习看到孩子的优点 使家庭更和谐 而孩子则是学习孝亲与洗劳 亲手为父母做点心 喂食以及收拾善后 体会父母为自己的付出 不少父母看到孩子 有照顾父母及分担家务的能力 都感到惊喜与贴心 而洛杉矶福治基金会 则是举办第三届 柯州欢乐成长营 让学员深入探讨 如何让生命更快乐 今年教主因为有 北加福治青年的资源 带给柯州同学 既丰富又新鲜的课程 营队学员踊跃参与讨论与练习 就是要把冠公念恩这个法宝 扎扎实实地学到新坎里 首次加入无尽灯之夜的课程 引导同学发愿不停止学习 更祈愿为关心的人 关心了世界增加温暖 真实关怀一个人 一个家庭 尤其是面对老病死的问题 更需要有一群人陪伴 福治佛教基金会 为了让金门也能够获得关怀的力量 经过半年努力 开启了关怀办了培训 讲师不辞辛劳来到金门授课 非常期待培训完成后 为金门导民提供值得倚靠的服务 付出关怀 让世界充满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